我想着想我和大家讲什么呢 我觉得我该讲的内容好像都已经讲过一遍了 实在想不出讲点什么 今天是本月最后一天 那么我和大家讲一个 就是把之前讲过的内容里面的 再摘出来一点重点和大家讲一下 讲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吧 详细的去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会把这一个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去讲 等我们开网过后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了 不仅仅说是CNHC用的到 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摘出来和大家说 因为这个在我们未来的跨境贸易里面 它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们是说白一点 就是我们要用到这个 记得在7月4号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公众号上发布了 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也就是金管局 签署的一个常备互换协议 就是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一个常备互换的安排 当时有发布了这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时是作为一个就是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一个互换协议 那么这金就是我们这个月 我们中欧也传达了好消息 就是中国央行和欧洲的央行 它续签了一个货币互换的一个协议 时间是三年 然后额度是3500亿人民币 或者是450亿欧元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那么讲到这个 我们就不得不从2008年开始讲 为什么会我们有开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这个就是源自于我们美国加息潮 引起的一个次贷危机 在全球的一个蔓延 当时美国的一个自救啊 居然是就是一边让美元贬值 一边大量的印钞 这个举动呢 让美国成为了世界通胀的一个主要源头 因为中国属于世界工厂 工业制造的大国 你一边是美元的贬值 和国际炒家疯狂的炒作 而引发了大宗商品价格疯涨 一边是美国新印的美钞 进入各路资本之后 各路资本将目光锁定在中国 并且大举进军中国 于是一场 由美国引起的输入性膨胀 悄然的降临在我国人民头上 就为了摆脱美元的一个陷阱 美元的一个霸权 我们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 所以谨慎缓慢的开始开展了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 什么叫货币互换协议呢 或者又说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它是什么意思 作用到底是什么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才知道 就是往后我们国家一系列的动作 它的意义何在 它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它指的是两国之间的央行签订了一个协议 去约定在一定条件下 任意一方都可以一定数量的本币 用协议规定的汇率来交换对方的货币 用于双边贸易投资结算 或者是为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的一个支持 协议到期后 双方换回本币 或者互相支付一定的利息 大家打个比方 我们和韩国签了这个协议之后 我们要进口一批中国的商品 我们和韩国都知道 如果用美元结算 可能都要被抠一次羊毛 那么干脆用人币或者韩元结算 这样大家都不用让美元吃汇率差了 结果韩国呢 发现手头上的人币不够了 而且当时如果汇率 你按就是换成人币也不划算 如果没有这个货币的协议 那么韩国可能一番计算 发现用美元更划算 那么又会用美元跟我们结算呢 这样大家都吃亏 可如果有了这个协议 那么由于汇率在签订协议的时候 就已经谈好了 是一个优惠的汇率 韩国就可以放心大胆 通过这个协议来和人民币互换 这样一来 我们和韩国不单是躲过了美元的一个汇率差 还能方便互相的一个贸易一举两得 这就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最基础的作用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个好处 第一 它能进一步增强我国和相关国家地区 流动性的一个互助的能力 互补的能力 一般来说 金融危机都是由于货币流动性它缺乏而造成的 因此在应对一些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国际上最主要用来增加流动性的方式是三种 一 外汇储备 二 量化宽松 三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这些都是统称为货币的一个政策 但是目前前两种都有不小的一个缺陷 所以呢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就成了首选 为什么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又成了首选呢 因为它在使用条件可获得性及时救助速度上面 它是具有明显的优势的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美国继续作妖 再搞一个金融危机出来 互相之间欠了这个协议的国家 你就能有更强的抵御金融危机的一个能力了 你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你保护亚洲邻国的发展 也是保护了自己 从亡齿寒的这个道理 大家应该也都懂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它是有助于推动我国和相关国家 和地区贸易的一个增长 你签订的这个协议 可以互相之间直接换钱 贸易成本降低 贸易呢也更方便 一般来说啊 这个协议它都是三年以上的 如果经过双方同意 还可以继续延期 协议的内容啊 它除了加强金融合作以外 它还重点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一个往来 也就是说签了协议 除了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买中国东西以外 还可以用人民币进行投资 而中国的企业也可以用他们的钱 直接去买他们的东西 或者去他们国家投资 两个国家都不需要用美元了 绕开美元的一个陷阱 可以有效的就是规避一些 由美元计价造成的一个汇率差 就是避免耗羊毛 第三个呢 就是促进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 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出基础的一个条件 因为在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之前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互换协议 实现人民币在境外一定程度上的 实现商品的一个计价 支付结算 价值储备等等功能 这美元之所以成为现在主要的一个结算货币 它不仅仅是因为军事和国力作为背书以外 主要因为长期用户的联性较高 它又较为就是依赖性传统的一个国际结算体系 SWIFT都习惯用美元了 但随着我们签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就参与的国家越多 而且发现人民币更稳定 使用起来更方便 不像美元那样一天到晚 那么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更愿意使用人民币呢 而且我国作为最先推行数字货币的国家 数字货币带来的便捷 也是其他币种无法可比的 就随着签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 也将让我们人民币在国际上 就是被更广泛的接受使用 这样子货币的国家